黑色巨刃纵然本身微能惊人 但是如此疯狂攻击下 也一时无法脱身分毫 一股不可抵挡的吸力 骤然在大汉背部爆燃而出 嗖的一声 他弩剑般地被射进了身后巨大的漩涡中 一声惨叫 又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传出 金色漩涡微微一颤后 融足大汉气息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金身口中咒语声一停 伸出一根手指冲巨大漩涡轻轻一点 灵光闪动 漩涡飞快缩小 转眼间还原成了原先大小 并最终一闪化为了乌有 这时 失去了主人的黑色巨刃发出一声哀悯 突然幻化成了一条黑色蛟龙 疯狂地喷吐云雾 竟冲开了银色池影幻化的重重禁止 腾空而走 韩力却似乎早有预料 背后双翅一扇之下 就是雷鸣声一闪一线 鬼魅般地出现在了黑色巨刃上空 一张口 一团青光一喷而出 里面隐隐包裹着一只青色小鼎 韩力一根手指飞快冲小鼎一点 鼎盖一飞而起 里面污名声大起 无数青丝击射而出 一个闪动就顺一般横跨虚空 一下将黑色蛟龙捆覆个结结实实 韩力再冲小鼎一拍 当得一声翠响 蛟龙体表青丝骤然一紧 就在青芒大放下 重新还原成了巨刃模样 韩力在单手一掐绝 青丝一收之下 就将巨刃吸入了顶中 小鼎滴溜溜一转下 重新化为了一团青光 韩力袍袖冲其一服 青色光团就一闪不见 韩力这才目光一转 朝其余方向望了一眼 那口银色巨斧 此刻早被士陵天火化为一团影之 正被在火焰中一点点的吞噬 马上就彻底消失的样子 至于其余三名戎族人 也已发现戎族大汉被韩力击杀的事情 三人大惊失色下 几乎同时一晃舍弃了对手 各自体表顿光一起 就化为了一道惊鸿 直奔入口击舍而逃 他们三人可很清楚 能如此短时间内就灭杀了戎族大汉的存在 绝不是三人可以力敌的 他们只有汇集其余几人 才能有一战之力 但韩力又怎肯让他们称心如意 面上煞气一闪 背后双翅一晃 一根清白光丝 没入虚空 三头六臂的金身 也一步迈出身形一晃 诡异不见 两具影傀儡和傀儡娃娃 自然也同样是腾空而起 紧追出去 片刻后 洞窟外面默然传来了青年的一声惨叫 随之气息一下消失 接着爆裂声怒吼声呼啸声在洞窟外连绵响起 仅仅一小会儿的功夫 老者和老玉的惨叫也传出 随之就再无任何声响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后 离洞窟遥远的某个地下石的路口处 也默然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厮杀声争斗声又一次大气 不知多久后 远处的争斗声再次无声无息 而洞窟外顿光一闪 含了一声煞气走了进来 面上无悲无喜 目光一扫下就落在了洞窟中间的银色光照上 在先前洞窟外的一番大战中 他会同金身和傀儡 一口气以大神通灭杀了其余三名戎族人后 又马上赶到了十字路口处的法阵处 结果其余四名戎族人 果然也被九宫天前服和禁制困在了其中 自然韩丽马上进入其中 又和这四名戎族人一番大战 结果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他虽然一连击杀了其中三人 但最后那名漆黑戎族人 却趁着一丝喘息之机的时候 突然施展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诡异顿术 一下自爆肉身冲开尽致 化为十余道血光逃之夭夭 虽然他将逃走的大半血光追到 并一一灭杀掉了 但还是有两道逃得太远 神念和陵墓神通都无法再追踪到 也只能无奈地马上返回 虽然让此人从其手中逃得了性命 但是一个没有肉身的两道残魂 说不定就被哪什么凶兽顺口吞噬 也无需太过在意 更何况 他也根本没有在此地多逗留的意思 只要打开眼下禁止 得到最后一部金撰文 立刻就远离此地 不过眼前这个银色光照 能让十余名戎族人束手无策 他能否真能破除禁止 心中并无把握 韩丽目光一眯 瞳孔闪动 缓缓向光照走去 此禁止看起来的确有些不太一般 表面看似荧光灿灿 但仔细凝望下 光照中却有五颜六色的各种符文 躍动不已 而光照本身也凝厚异常 光芒凝而不散 给人一种晶莹仿佛实物般的凝厚感 不过荣族人无法强行破除此禁止 并不代表他也无法做到此事 他眉头皱了一下 突然袖中手指一弹 一道轻蒙蒙的剑光一闪射出 站到了光照之上 哼的一声催响 剑光毫不客气的 一弹而起 根本无法破开光照分毫 韩丽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二话不说一张口 一团银色火球也喷了出来 一声闷响 士灵真火机在光照上竟一划而开 同样没有什么效果 他并未就此把手 手中光芒一闪 银色短齿浮现而出 一晃之下 无数耻影狂勇而出 就这般 他一连换了数种神通和灵宝 但是都拿银色光照一点办法没有 当韩丽一咬牙后 甚至不惜驱动金身 动用了玄天残忍一次 结果 却彻底对蛮力破除 禁止死心了 这银色光照 虽然无法抵挡 玄天之宝的法则之力 但是就在被其驿展之后 开始浮现裂缝的时候 光照中的石壁顿时翁鸣声意气 竟然同样浮现出一道道裂痕来 韩丽吓了一大跳后 连忙将玄天残忍攻击一散 反让其体内真力一阵反噬 差点元气受损 如此一来 他也吸了动用试金虫的心思 干脆盘膝坐下 开始研究银色光照下方 法阵和表面闪动的符文来 这也幸亏韩丽本身 阵法之道造诣不低 外加先前听到戎族人交谈时 提到过广含令词物 故而他在洞窟中 苦苦鸣思了一日一夜后 还找到了几分破解的眉目来 韩丽口中发出了一声畅快的笑容 身形一战而起 刨袖一斗 顿时一金银光团从中飞出 一个闪动后 光团化为一枚半尺长的古朴令牌 悬浮在了虚空中 一动不动 韩丽十指连弹 冲光照弹出一道道 五颜六色的法觉去 每一道一闪不见后 荧光都狂闪一下 片刻功夫后 光照仿佛油锅中 滴入了凉水般沸腾起来 无数符文浮现而出 并开始有规律地排列盘旋起来 韩丽掩也不眨盯着光照 手中法觉一刻不停 突然一声低鹤 袍袖在一扬 数十感阵旗从中 击视而出 一个盘旋后 就在光照上空 排列成了一个古怪的阵型 所有阵旗乌鸣之下 微微地晃动 同时散发出各色的灵光 韩丽口中一声低鹤 一手冲空中凝重一点 扑斥一声 所有阵旗光芒大放之下 灵光交织闪烁间 在空中形成了一个 复杂异常的光阵出来 并在低空处 徐徐转动不停 去 韩丽目中蓝芒一闪 手指又冲广寒令点了一下 顿时此令牌一颤 化为一道金银光芒 一闪就没入到光阵中 某处消失了 下一刻 光阵中散发出了一股诡异气息 接着阵阵鸣叫下 一道金银两色的光柱 从光阵中心处积射而出 正好积在银色光照上 原本纹丝不动的光照 一接触此光柱 竟发出了滋拉的异响 阳春溶雪般地融化起来 但片刻后 光照四周符文 往光柱所落之处 狂涌而去 竟让融化一下停滞起来 甚至渐渐重新加厚起来 韩丽见此情形 脸上不怒反省 单手王储物 灼上一幅 另外两团金银之光 一飞而出 献出了另外两枚 一般的古朴令牌来 竟又是两枚广含令 其中一枚 自然是他当初 私自扣下的一枚令牌 另外一枚 却是他从收尽 原则吉山中的 斗力荣族人身上搜查到的 这一对戎族人中 炼化广含令之人 竟然不是那名最厉害的戎族大汉 倒让韩丽颇有些意外 两名收尽原则吉山中的戎族人 在将他们储物卓 所有东西搜刮一空后 就被他用士灵真火焚烧为灰烬 如今两枚广含令方一寄出 被韩丽用手指一弹 同样没入光照中 光阵一阵剧烈晃动 乌鸣声大作 从光阵中喷出金银光柱 一下比原先粗了三倍 原本还勉强抵挡住银色光照 在如此巨大的威能下 各色符文剧烈沸腾 再次冰箫溶解 一盏茶的功夫后 韩丽期待的目光中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银色光照终于崩溃消散 闪了几闪就彻底消失了 韩丽大喜单手一掐发掘 冲空中光阵一指 一声闷响 光阵一下溃散消失 重新还原成了一杆杆 镇齐和三枚令牌来 袖子再往空中一甩下 一股青霞一卷而出 瞬间就将镇齐和令牌 均都一扫而空 韩丽目光一转 望向了下方石壁上 变得清晰异常的金色文字 纵然一向心静如水 面上也不禁难掩兴奋之色 不知多久后 一道青红从大峡谷中一飞而出 然后在空中一个盘旋 一座黑色山峰从青红中一飞而出 一晃之下 净化为和真正山峰一般无二的巨大 往下方峡谷一扎而去 数声地动山摇的巨像接连传来 整座峡谷被黑色飓风一阵狂砸下 天崩地裂般的一阵巨阵后 竟硬生生地滴爱了数十仗去 这一段峡谷几乎是被硬生生地抹平了 青光一脸下 空中现出了韩丽的身影 他淡淡地望了望下方的峡谷 看似随意地单手朝下方一抓 巨大山峰一阵污名 飞快缩小化为了一道乌光飞回 一闪即绪没入韩丽的秀中 提表青光大放下 他再次化为一道青红 破空离去 一日之后 一片无边的湖泊倒雨 一名老者和一名妙龄女子 在一座翠绿山峰上 各自闭目打坐着 二者神色肃然 一个提表灵光闪动 一个丝丝白气 环绕飞舞 忽然女子身形一动 附近白气一下溃散开来 几乎同一时间 老者提表灵光一脸 也神色微变张开了眼睛 二人自然就是 续老者和月仙子 好像有人过来了 难道是韩道友 有可能吧 但韩道友尚离开不足两日 就算神通广大 你也不能如此轻易得手吧 毕竟那边可有十余名 与我们同结的存在 来人不好说 不过是不是韩道友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月仙子眸光一闪 单手一扬 一团白色鲸帕一飞而出 化为了一层白色光幕 往其身下一罩而去 刹那间 女子身形和光幕 同时一闪隐匿不见 而老者也点了点头 单手一翻 一杆轻萌萌的翻起 出现在手中 一晃之下 也在清光中化为了乌游 弱大山峰之上 一下变得空空荡荡起来 片刻的功夫后 某一方向的天边灵光一闪 一道青红浮现而出 直奔岛屿所在 积湿而去 青红一个盘旋 就在岛屿上的翠绿山峰 落了下来 顿光一脸 韩力身形 呈现而出 目中蓝芒微闪 朝四周一扫而去 韩力笑了起来 两位道友 菜下已经取得法绝回来 还不快快现身 果然是很凶 恭喜韩道友 岳仙子和续老者 惊喜声几乎同时响起 接着清白光芒闪动 身影就在附近 显现而出 寒凶 你真的 将令神术的全部法觉都去到了 这个自然 道友若是不信的话 尽可先看上一看 韩力微微一笑 手一扬 一块青色玉剑 竟从手中击射而出 月仙子一正 但还是不由自主的一台手 将玉剑射到了手中 美目献出了一丝迟疑 韩力竟然如此轻易将功法交给了她 实在让此女太过意外 去老者站在一旁 也是大感意外 而韩力则对二人的诧异目光 视若无睹 只是一直谈笑不语